为什么瘦彩是美,为什么很多美女长得一样 像文明社会真心丰心的现在 然而,有一些人类仍坚持着一贯的美学时尚 这些美感有些看起来很惊悚 我们未必理解,但必须了解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奇葩的时尚 黑嘴唇 这里的女孩想要变美家人 都需要把嘴唇刺成黑色 变成大嘴唇越大,却代表越美 闻的过程中,也是痛得生不如死 要是没有一个嘴唇嘴的女孩,就嫁不出去 她们是住在撒哈拉沙梦上的富拉尼部落 这里几乎与外界隔离 黑色大嘴唇嘴就成了富拉尼部落美的象征 毕竟每个女孩都爱美,她们也不例外 每个成年后的女孩都必须经过那种生不如死的痛苦 由于部落年的条件太差 她们需要徒步及四公里走出沙漠 同时也要带很多的牛奶到市集去买 才能换到钱给自己闻妹妹的嘴唇 由于这里的条件比较弱后,卖牛奶时是通过嫖来计算 换到钱后,她们就来到指定闻嘴唇的地方 但问起她们为何要闻嘴唇? 她们认为越黑越大的嘴唇更漂亮 才能显示出富拉尼族女人的美 所以闻黑嘴唇都是每个女孩的梦想 就跟现在你们城市女孩一样 希望前涂后翘还要有肩鼻子和肩下巴 为了美也是不惜一切代价 而在部落里负责闻嘴唇的也是专业的刺青石 闻的工具便是及时执针绑在一起的 采用的颜料是从锅底下刮出来的黑灰 然后再均匀涂在女孩的嘴唇上 女孩不但不会害怕,反而还非常期待 接着,闻生师用即时跟针不停地在她嘴唇上扎 为了给女孩缓解疼痛 另一个女孩不停地拍打她的身上 闻生师笑在她的嘴唇上扎无数次 将黑灰扎进嘴唇的疲漏里 尽管嘴唇在不停地流血 女孩也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也没流一滴眼泪 更显得出女孩子够坚强 或许,这就是为了美需要付出的代价 虽然现在的嘴唇已经变得很大 一直梦寐以求的大毒毒嘴也终于得到 人嘴唇还会痛好几天 也无法进食 只能靠和牛奶煎熬度过 当闻完嘴唇后 他们接回到部落 其他人也迅速跑来 想看他们的嘴唇 看到黑色的大嘴唇 让他们都感到非常羡慕 她现在也成了部落里最美的女孩 那么身为女人的你 想闻一个这样大的嘟嘴唇吗 你见过常年不洗澡 还拼命往身上 闻你一把的女人吗 在纳米比亚和安格拉交界的沙漠地带 生活着一群星巴族人 他们至今仍保留着人时的生活方式 这里常年干旱 有时一整年都补下一滴雨 对于星巴族女人而已 洗澡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 因为他们还保有男主女背的思想 所以一般只有男人才有资格经常洗澡 那这些女孩的清洁卫生该怎么办呢 可以看到星巴族女人的头发被红领包裹着 星巴族女人平时穿的也比较清凉 用牛皮或羊皮这样一裹基本上就完事了 一眼看过去是不是非常有辨识度 奇怪的是虽然没有经常洗澡的特权 但是星巴族女人却总能让自己闻起来香香的 据说他们有一个美容小妙招 就是把球盔石磨成粉末 然后和黄油混合 最后把它们涂在皮肤上 看看这个蛇 应该是研制入味了 据说这种泥巴有一种独特的香味 不仅可以取虫 还能很好的滋润结伏 完了再来一个喧香 不得不说 这可是实打实的喧香啊 调制严寻无聊的 真是看着就觉得受罪 腋下也来一点 就觉得胡臭 各位朋友 你是不是也觉得很奇葩呢 难道这样就能代替洗澡了吗 这是一个自信心爆棚的部落 他们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帅的人 每年都要举办 向秦大会筛选帅哥大赛 更奇葩的是 当人让农庄艳母接受已婚妇女的挑选 在撒哈拉沙漠南部的边缘地区 生活了一只名为沃达贝的幽默民族 由于部落里男多女少 沃达贝人实行一期多福祉 因此每年都会举办相亲老公大赛 而大赛的高潮就是选出最帅男子 可以看见在大赛中 他们打背年轻男子已经迫不及待了 这天他们起了个大招聚集在此 就是为了好好将自己打扮一番 他们要尽一切办法引起云人注意 肩膀上几个对称的小辫子 然后用沙子将牙齿磨得洁白一些 上年的颜料都是来自天然植物 面中的鹅黄色蓝膏用于大地 周边的深辐色刚好形成修容 这样就会显得脸颊小巧精致 翘前的米白色从额头拉到下巴 让整个妆容更有诚实感 有想法的小伙子还会挂上电竞之笔 这是一个让女人印象深刻的小心机 一层一层缠绕头部饰品 再戴上一项精美的帽子 大致形象工程就完成了 不过接下来的举动才是重中之重 为了让眼神更加深邃 嘴唇更加饱满 我打背男子会收藏一种特别的染料 那就是废弃的电池内弹 把它研磨成粉末 用作眼线的口红 会直接进行点涂 这样一层拖眼睛显得更大 牙齿也显得更白 不过这种东西含有剧毒 还是少碰为妙 看似不复杂 但其实这些男人至少要花上6小时 比赛开始后 男人们并排站成一条直线 跳了一种名为压吉的舞蹈 这时候就是尽情展现个人魅力的重要时机 橙色的眼线和嘴唇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对我来说 他们的眼睛还灯得满像鬼 加上一旁的音乐伴唱 到晚上看了 可能真的会做噩梦 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女生们就会在此刻 参选他要的男生 你们觉得他们的帅 在你的手里上吗 胖子 胖就是丑吗 还真不是 只要你来对地方 你便是部落内最受欢迎的那个男人 在埃塞尔比亚 有这样一个原始部落 这里的人认为 肚子的大小 才是衡量没丑的标准 肚子越大 变越健壮 在这个部落内 每年都会举行比肚子选美比赛 部落内 所有未婚男性必须参加 为了赢得比赛 选手们会把自己隔离在房间内几个月 在这段期间 他们每天唯一的活动 便是饮用新鲜的牛奶 和大量的牛奶 由于天气炎热 男生们必须在血液凝结之前 快速喝进一样大碗牛奶 接着再喝上几碗牛奶 这样的吃法很快就会让你增加两倍的体重 当然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喝得下去 呕吐的那个人将被取消 参赛资格 在选胖的这一天 年轻男子用泥头和灰烬涂抹身体 盖上用贝壳和铜鸟羽毛 制作的头饰 还有彩色竹串的索酌等装饰物 在比赛中 他们会围绕着神树 走上几个小时 向大家展示他们突出的大肚子 然后用绳子测量肚子的维度 并根据肌肉的紧实度 评选出最后的赢家 因为一旦赢得比赛 这个人在部落内将会被视为英雄 就算肚子恢复正常 他让终身获得尊重 并且在这个部落里 每个女孩都妄想嫁给一位大肚子的男人 护子 这里来个体外话 并没有围绕在原始部落 现在的伊朗就是以前的波斯 但你知道吗 你要是在过去的波斯当公主 必须得有护子 不长护子 很难嫁出去 要是外加一身坠肉 好家伙 那就是清国清晨 国色天香 我说的都是真的 19世纪的波斯 女的得长护子才漂亮 就比如左边这位叫做扎哈拉哈努姆公主 还有右边的这位扎哈拉卡纳姆公主 结两全是小护子 因为她们迷人的身材 和漂亮的护子 被人名称为波斯的第一美女 对此你们怎么看待呢 字幕志愿者